当地时间,4月17日,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带着他们三个孩子中的两个,乔治王子和夏洛特公主,出现在了温莎城堡的圣乔治教堂外,准备参加复活节礼拜活动。 8岁的乔治和6岁的夏洛特能够亮相也是让人充满了惊喜的,因为此前并没有明确的消息,说两个备受瞩目的王室萌娃会出现,还真是给王室迷们送了一份复活节大礼。 此前只是有消息说,即将迎来96岁生日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因为行动不变,不能参加这个一年之中较为重要的礼拜活动,而查尔斯王储和妻子卡米拉也没有现身。 他们已经在上周四,14日,参加过一次类似的活动。 有评论指出,乔治和夏洛特的惊喜亮相,应该是为了盖住身在荷兰的梅根·马克尔的风头。 这位远离英国的苏克塞斯公爵夫人,和丈夫哈利王子一同海牙参加了《勇者不败》运动会去了。 虽说这个运动会是由哈利王子发起的,但从开幕仪式到之后的观看比赛,梅根都表现得特别积极。 又是演讲,又是给小婴儿披上大衣,还一再强调非常想念两个留在美国的孩子,这是把自己打造得尽善尽美。 而她的久违现身,也自然而然地吸引了媒体的目光。 而王氏显然不想就这样黯然失色,萌娃出场是最好的利器。 不过梅根再怎么表现,也不能完全赢得好感。 她和哈利以安全为由,不让两个孩子到英国见年迈的曾祖母,这早已遭到了诟病。 甚至连荷兰王室都对他们的行为感到不齿,因此连个欢迎仪式都没给他们举办。 而另一方面,哈利在运动会上的表现也挺让人意外的。 原本该是主角的她,不仅被爱妻遮住了光芒,而且时常表现出的心不在焉,也让人觉得她实在是有失水准。 就好像是一位盲人的小孩子,需要大人的指导才知道怎么做。 复活节礼拜原本就是王室大家庭的行动,但因为三位长辈的缺席而让威廉·凯特领着孩子,走在了队伍的最前面。 尽管身后跟着的也是他们的长辈,爱德华王子一家四口,但毕竟爱德华属于较为边缘的高级成员,因此走在侄子后面也是在所难免的。 而乔治和夏洛特也不是当天单独的两个小不点,他们的三位表姐,11岁的萨凡娜,9岁的艾斯拉,女王外孙子彼得的两个女儿,以及比乔治大几个月的米亚,女王外孙子扎拉的三个孩子中的老大,也都出现了。 估计在礼拜结束后,几个萌娃就可以在一起玩耍了,场面会非常热闹。 在上个月末的菲利普亲王追思会上,夏洛特因为洛洛大方的表现,赢得了很多的赞美之声。 而这一次他又被放上了头条新闻,因为记者们捕捉到了一个画面,那就是在离开教堂时。 这位小公主做了一个小动作,他拉了拉妈妈凯特的裙摆,而当时他的爸爸妈妈正鼓励着他的哥哥乔治 和修道院的院长表达感谢。 夏洛特的这个行为,让网友们觉得很是有趣,称小公主是着急回家,寻找复活节彩蛋了。 而也有人认为,这样的活动对一个小姑娘来说多少有些无聊,可算是走了出去,她就想要尽快离开。 虽然顶着公主头衔,却也不过是个活泼的小孩子。 而当天穿着乌望我花朵裙的夏洛特,也让人回想起,2017年,她拉着妈妈的手到德国访问时候的样子。 当时她还是个两岁左右的小可爱。 不知不觉间,小公主已经很高了,不过一举一动,依然充满了趣味。 哈利王子在与妻子梅根·马克尔自从脱离王室移居美国后,上周终于共同实现了回到英国的破冰之旅。 而年事已高的伊丽莎白女王也随即向离家出走的哈利抛出了橄榄枝。 据每日电讯报报道,女王已经邀请哈利与梅根,6月2日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亮相, 参与自己登基70周年的白金庆典。 哈利和梅根这次的回国计划之前一直没有对外征章。 直到当天,偶然有人在温莎城堡看到他们时,此事才为公众所知。 不过他们这次回来,其实是荷兰参加活动的顺路来访, 只是匆匆看望了祖母伊丽莎白女王和父亲查尔斯王子, 并没有带上两个孩子回家团聚。 随后,哈利与梅根就动身前往荷兰,参加永不言拜, 参加老兵国际运动会,并一直对之前的秘密探访只字不提。 直到昨天,他才对BBC说起这次见面,他称见到女王他非常高兴。 还说女王让他向前往荷兰参赛的运动员们转达自己的问候和支持。 他有许多话想对英国队说,我已经转达了其中的大部分, 我见到他很开心,我相信如果可以的话,他一定希望能亲自前往荷兰观赛。 针对他们的回访,还存在着另一种猜测。 据悉,梅根与哈利在2020年就与Nar Flanks签订了价值数亿美元的拍摄合同, 而王室传记作家汤姆·鲍尔认为, 他们此次的行程其实与一直在拍摄的Nar Flanks纪录片有关。 还有一些网友发出疑问, 哈利夫妇此次真的是去看望家人的吗? 要知道,女王已经两年没有见到孙子阿琪了。 小孙女莉莉·贝特更是从未谋面, 两个孩子被夫妇两人留在洛杉矶, 由梅根母亲和保姆照顾。 如此说来,孩子跟着父母回来探望众多长辈, 还不如被保姆和一个外祖母照顾能更保证安全吗? 好巧不巧,哈利在海牙参加活动期间, Nar Flanks拍摄团队一直紧紧跟随哈利夫妇, 贴得比保镖还紧, 那么大家很难不联想。 哈利夫妇的温莎之行, 或许也只是为了积累些王室纪录片素材, 而孩子没有同行, 未来这些内容剪辑起来, 发挥权势的空间就很大了。 也有人提出, 哈利夫妇此次回来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为了钱。 哈利此前曾在接受奥普拉·温弗瑞的爆炸性采访时, 便表达了对父亲的失望。 他声称, 查尔斯切断了自己的经济来源, 并拒绝接她的电话。 同时不少迹象表明, 哈利夫妇确实有些捉襟见肘了。 虽然哈利继承了母亲戴安娜王妃 大约1000万美元, 约6000万人民币的遗产, 但两人在追求生活质量方面, 花钱毫不手软。 据说他们每年的安保费用就高达2000万英镑, 约合1.66亿人民币。 而为了购买洛杉矶的豪宅, 他们如今仍欠着48万美元, 约300万人民币的信用卡卡债, 再加上两个孩子未来十几年的花销。 就算两人此前在美国疯狂签下各种天价媒体合约, 但终究不如王室这个金饭碗来得轻松和稳定。 如今,女王邀请他们出席阳台典礼的传闻 还不知确切来源。 哈利夫妇自己放出来这个消息, 来为自己搭台阶也未可知。 而针对这个邀请, 他们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 不管邀请从何而来, 他们也已经给自己留下了足够的应对余地。 只是英国女王, 这个本周四即将迎来96岁生日的茂迪老人, 究竟还有多少时间等待与曾孙的团聚呢? 女王也不过是个称谓, 她毕竟不是超人, 虽然成功从新冠肺炎康复, 但近期身体状况始终不容乐观。 上周四, 女王缺席了年度卓祖节仪式。 上周日, 女王更是50多年来首次缺席复活节仪式。 甚至有网友认为, 女王在今年夏日的白金喜年庆典中露面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作为晚辈, 也作为一个有担当的成年人, 哈利或许此时应该少耍些小心机, 多为自己这个年迈的祖母考虑考虑, 快点带上孩子们, 回到疼爱他们的祖母身边, 陪伴他安度晚年吧。